這個剪刀石頭布這個範例裡面 我們剛剛有弄起來 弄起來之後 執行起來這邊剪刀石頭布 當然我們可以 出現剪刀石頭布 如果今天輸入0 就是石頭 然後按Enter之後 他會跟那個電腦亂數跑出來一個池 去做比對 看誰 如果出石頭的話 那他出什麼Enter 也是石頭 也是0 因為他亂數從0 1 2 取得一個值 剛好取得一個0 然後呢 比對一下 就是平手 所以特別注意就是說 第一個 我這個地方要能夠顯示像這樣的 顯示出來 就是顯示出一個訊息 然後我可以填寫一個數字 他抓到之後再去比對 所以第一個 基本上第一個 這個訊息要怎麼 顯示秀在這裡 第二個要怎麼 取得 就是 我輸入進去他要抓到 我丟一個0 他要抓到 抓到之後再去做比對 所以基本上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面的話 我們會用到幾個 類別 這個類別的話呢 就是一個 scanner 跟一個 random 然後他這個是 Java裡面的 套件 裡面有個 utile 其實有utility 就是相關工具的 一個 套件 裡面有scanner 可以掃描 就是鍵盤上面的動作 或者是亂數產生一個值 比如說我012 要三個 那三個值 你可以用上次我們教的那個 mass.random 也可以 或者是說你用random random裡面的話有一個方法叫 nesting 這個也可以 就是說兩個方法都可以 那我們這邊用的是random好了 OK 首先的話第1個 有關import部分有沒有 其實如果說你忘了import 假設你今天要用某一個類別 這個前面的是一個類別的名稱 後面這個是一個物件的名稱 那實際上這個就是 物件導向觀念 就是說 前面的類別 基本上 你如果沒有宣告成一個物件的話 它是沒有辦法被使用的 那其實宣告為一個物件 後面通常會new new的話通常有new的這個關鍵 通常就是會配置一個記憶體空間 給這個物件去存放 它就是一個實體 那這個實體才可以拿來用 才可以做什麼用途 所以 特別注意前面是一個類別名稱 好 這個類別名稱的話 它還不具有可以作用的動作 那你要 能夠作用的話 一定要宣告為物件 好 那所以呢 今天我假設你宣告一個scanner 第一個動作 你會發現呢 我如果忘了怎麼樣 做import 你又不要放上去 它會出現什麼 匯入 它會直接幫我怎麼樣 自動去偵測到 有一個類別名稱 在ut的 套件底下 你是不是要 對應到這個 套件 然後按 匯入之後 各位有沒有發現 它就自動幫我import 實際上如果 你沒有import的話 你是不能